诸位爱卿啊 有什么事情 尽管奏上来吧 启禀皇上 臣有事要奏 哦 是于爱卿啊 说 臣奉皇上和太后之命 审讯孙万山 走私火炮一案 现孙万山已供认不讳 那门神机火炮 原本是要偷运给瓦剌 有瓦剌 通计他两次 于爱卿 接着说 据孙万山交代 走私火炮的主使另有其人 这人与瓦剌太师野仙早有往来 一旦野仙认可孙万山送去的样炮 随后将走私三百门神机火炮给瓦剌 三百门 天哪 三百门神机火炮 于爱卿 你说的这个人究竟是谁 谁如此大胆 王辉 这个走私火炮的罪魁祸首就是站在皇上身边的王公公 王震 王 除走私火炮以外 王震还带头圈地 现居王山招供 王震一人所圈之地 就达十五万亩 拿下 上 王先生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万岁爷 奴才是天大的冤枉 奴才日夜伺候万岁爷尽心尽职 不敢越宫门半步 奴才为朝廷所作所为 万岁爷跟列位大臣是有目共睹 不如奴才多费口舌 刚才于大人对奴才所列几大罪状 这些冤枉简直是一派胡言 无中生有 王震 你死到临头还敢狡辩 余大人 别着急 慢慢说 好戏还在后头 余林军 快快将王震拿下 是 你们 干什么 干什么 擅闯大地 造反了不成 皇上有令 提前犯孙万山 王山 钟将军 皇上才要 太国舅 你慌什么 皇上要两位进宫面圣 只要当庭审问 免得让两位受了冤枉 不明不白地做了刀下鬼 太国舅还不明白吗 马帅 还不快快退下 卑职奉皇上之命 特帅锦衣卫进宫护驾 有圣旨在此 樊将军 你看清楚了 你有纸 我也有纸 谁怕谁 兄弟们 上 上 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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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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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义政之地 哪来的刀光剑营 统统给我住手 退下 好 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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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走 刚才 于爱卿要弹劾王先生 朕也想把这件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不如这样吧 朕就当庭把这件事情问个明白 如死甚好 有万岁爷做辱 可免去奴才的不白之冤 于爱卿 朕问你 你弹劾王先生那些罪状 可有证据 人证物证俱在 请皇上明察 皇上 哀家这儿就有几份证据 请皇上当众宣读 免得 皇上 皇上 护目又忘了 这些东西呢 朕暂且收下 不过今日朕要的是当面成精 于爱卿啊 还有什么人证物证 尽管呈上来 孙万山和王山押在兵部大牢 交货的神机火炮也在兵部 皇上可将人证物证一并押上 当庭审问查验 是啊 此事关系重大 朕也会谨慎处置 同时嘛 朕也想让王先生 心服口服 不如这样 众位爱卿和朕在这里 一块做个见证人好吗 行动皇上分复 来人呢 把嫌犯和火炮一并押上殿来 是 皇上 皇上 奉皇上旨意 卑职已将嫌犯和火炮一并押上 殿下跪的可是孙万山 是 朕问你话 你要如实回答 是 王先生让你走私火炮 可有提示 是 小的是 有安蓄的呀 皇上 小明也是冤屈的呀 孙万山 你不是全都招了 哪来的冤屈啊 余大人他 都用重刑 我 我是屈打成招啊 皇上 皇上 小明也是冤屈的 我兄长对朝廷忠心耿耿 为朝廷偶心力炫 从来都是只有公信没有私心 没有私心 更无异心的 请皇上明察 朕问的是孙万山 你插什么嘴啊 是 皇上 孙万山 接着说 皇上明见 忠心之下 我是劈开肉绽了 那 那还有什么真话 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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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话快说 其实什么 其实这里面大有奥妙啊 奥妙 万岁爷 奴才有话要说 说吧 启禀万岁爷 此事 却是奴才所为 王先生 你这是为何呀 万岁 奴才是为了朝廷的安危 才出此计策 此话怎讲 万岁 瓦剌对我大明天威 甚是臣服 可谓是诚惶诚恐 每年前史静静朝贡不断 然而 这几年 达达和瓦剌不合 经常举兵进犯 瓦剌深受其苦 瓦剌太史也先 也多次请奏皇上 对其元首 那又怎样 大明与瓦剌 犹如君臣父子 瓦剌王达达兴 则对我大明有百害而无一利 所谓唇王齿寒 然而瓦剌毕竟是蛮夷之族 与大明格格不入 已不可信任无度 故奴才掠师小计 助瓦剌一臂之力 使其和达达不断的欲蚌相争 我大明则坐受渔翁之力 先生 看来朕是冤枉你了 万四爷 以瓦剌至达达 这就叫以夷至夷 以夷至夷 有点道理 先生真是高见 高见 不过这神机火炮 毕竟是我大明朝廷最厉害的火器 万一这瓦剌背信弃异 拿着这火炮对准我大明朝廷 那该如何 万岁爷不必多虑 我大明熊士四海 何等气魄 区区瓦剌不足为患 就算吃了豹子胆 他们也不敢动我大明的一根毫毛 再说奴才给瓦剌的这批火炮 是为了换取五千匹战马 有了这些战马 我大明可以扩充骑兵 真可谓是一举两得 原来是这样 看来朕真的是冤枉王先生了 皇上 不可轻信王朕之言 他这是妖言惑众 瓦剌兵强马壮 早有觊觎我大明野心 如得到神机火炮如虎天意必将来犯 请皇上万不可忘了大宋为原所灭的教训 尹千 你身为兵部侍郎朝廷重臣 竟拿我坚如磐石的大明江山跟软弱可欺的宋朝相提并论 于大人的用意是把皇上处于何地 皇上 皇上 于大人枉之罪名陷害忠良 他才是大逆不道之人 皇上应该将他治罪 你 孙晚山 你倒打一耙血口喷人 于爱卿 朕还没问你话 你急什么 是 皇上 王先生 刚才于爱卿要弹劾你 说你带头圈地可有此事 启禀皇上 圈地之事乃臣等所为 王先生一心效忠朝廷 得知臣等圈地要常处臣等 臣等羞愧难当 已经把所圈之地尽数退出 好啊 是你们干的好事 臣等犯下大罪 请皇上以国法论出 千万不要冤枉了王先生 皇上 我大明万万不可没有王先生 爱情们 你们都看到了 要不是朕今日当庭审个明白 朕恐怕真的要对不住王先生 皇上 现在真相大白了 您应该知道属是属非了吧 王先生 你受委屈了 谢万岁救命之恩 老奴不胜感激 先生 来来来 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谢万岁隆恩 皇上 此事多有蹊跷 请皇上先别下论断 荣治后在意 那好吧 既然太后发话 今日之事呢 就到此为止